果兰中的江湖大嫂的Johnny在原来私下身材那么好,还上过少林寺学武功。网民,帅惨了。 有准看果兰中的江湖大嫂的一定知道,在Kent哥,李天祥市,身边的两位打手,一个是被冯莹莹联国18的高低,位置豪市,另一个则是牛高马大,Skinhead造型的恶汉,Johnny仔。 他就是27岁的谭坤伦Allen,原来是40寸胸肌,八祸腹肌的猛男。 无论胸肌、腹肌、悲肌、谭坤伦都下过苦功,肌肉从来都无恶人,有毛苦练过一地就知。 其实谭坤伦本身有武术底,2011年参加无限功夫新星入行,亦在松山少林寺中心武术学校受训,学中国功夫讲求灵活性,所以谭坤伦入行时,不是暴击,更有少少排骨仔。 不过自从张家辉在激战后,无知点解所有男星都要操大支,谭坤伦一不例外,看他IGG的记录,应该在三年前开始暴击,上年已经开始有成绩,最可惜在果具无机会出山。 如果曲被派到作果拦个边,跟黄浩然喊就好了,至少都会见到曲之麒麟。 谭坤伦为疯狂做Gym前,位置于排骨仔,但梗细而加行好多了。 不过大支戏有事,谭坤伦除了过剧外,事业一开始上升轨,最近在新剧包青天再起风云入面饰演开封妻子之一,不过又戏包到时,希望坚持醒目,笔场抱山戏这位年轻人,不过古装珍戏好少机会出山,除非出玉戏则。 我们下期见! 我们下期见!